好,那麼大家現在進來之後呢 我先找第一篇文章 好,第一篇文章,點進去 好,第一次進來這裡就按我了解 那如果你覺得你沒有要做筆記 你可以把右手邊這個筆記欄 可以把它收起來 有沒有看到上面有個叫隱藏筆記 這樣有齁,你看我的花鼠都很大小的嘛 所以這樣看不見 現在教編不能用在學生身上 但是用在教材上很好用 好,來,這裡面我就介紹兩個 一個是我剛好問大家都有Google帳號對不對 所以Google文章也有 另外一個叫Speech Notes 這個是不用註冊的,就是你只要進那個網站就可以用的 只要進那個網站就可以用 那你往下走,往下走 我這裡有沒有兩個網址 我先用下面這個 好,這樣子呢 怕你沒有注意到,我把它抓起來 我們先用下面這個 我待會我盯在這邊 這樣你看看,這樣就不會忘記 我就點開 好,我現在用的這叫Speech Notes 那這個網站呢 你不用翻譯沒關係 進來,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告訴他 你要說什麼 說台語不通 哈哈哈哈 中文台灣 中文台灣 你要告訴他 你要講什麼語言 好,你要講什麼語言 所以點一下,這樣就好了 確定好你的語言 然後呢,這裡就有麥克風了 所以等一下呢,我們講的 他會跳一個訊息喔 按一下 有沒有,你要允許 是不是他可以用你的麥克風 你把它按一下,那你就可以開始講囉 我們現在就可以來試看看 你看,動口不動手 效果也不錯吧 記得,講的時候慢一點 咬字要清楚一點 台灣國語不行 講完了,我就把它,有沒有 就按一下麥克風 這樣有沒有看到 請問有沒有錯字 有 大家有看到這裡有一個錯字對不對 記得講的時候對不對 但是,還有老字咧 所以,一定要檢查一下 不要馬上中出罐 怎樣罵人 這樣不行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這樣比我們打字快很多 其實你手機上也是一樣 手機上,你做單一個的 我們大部分現在用Google的 都是做命令式的 它比較適合一句而已 比如說,這附近有什麼美食 你就一句,它當然就很好 可是如果你要講比較長的 它就比較不適合 它就比較不適合 所以,我們今天的這個語音 主要是方便大家說 比如說你現在有在用Line 有在用Facebook 有時候你要跟朋友 講話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很多人 講一句就送出 講一句就送出 這樣很累 看的人很累 講的人是不會 但是,明明是同一件事情 它就要送很多次 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把它講在一起 就一個一則訊息而已 這樣以後要找也比較好找 對不對 這樣有感受到語音輸入的方便了 那我們回頭看一下 請問要去哪裡找 你進來之後第一篇 然後進來之後 找哪一個 我們現在是用這個叫Speech Note 你就可以進來裡面 進來之後 請選擇第一件事情 你要告訴他你是哪一種語言 這樣就好了 如果按下這個 會有一個允許 這樣就OK 來,現在換大家囉 剛剛大家這樣自己體驗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發音 會影響到它的正確率對不對 對 第二個就是說 你每個字 每個字 在講的時候 盡量不要黏在一起 就稍微 我們說比較慢一點 讓那個每個字 每個字 是獨立出來的 你就不會覺得說 它那個辨識率為什麼那麼差 因為你如果黏得很緊 它就不知道說 這個是不是同一個 那剛剛還有同學說 B-P-M-F-O 行不行 好像不行 如果你要它辨識 B-P-M-F-O 你有發現它出來的變成這個 對不對 對 它就變 沒有辦法打那個 注音符號 那個符號出來 對 這個 所以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有這種需求 我以前還沒注意到 哈哈哈哈 以前我有測試的是 寶可夢 皮卡丘 它真的認得 哈哈哈哈 有沒有 這個它可以啦 好 那剛剛還有同學問到 講完了 如果萬一有錯要修改怎麼辦 你要把它停止 就是要停 你看喔 我們現在在辨識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字是在上面 對 等你停止辨識之後 它才會把它加到下面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 你是不是要改 改成正確的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複製起來 如果你覺得懶得這樣子 啊 這樣框過去 不用那麼麻煩 你可以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複製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好像 這樣 那個 這樣也可以 或者最簡單的 你覺得我點幾個 三次 三次 這樣有簡單嗎 所以我都比較簡單 哈哈哈 老師你點哪裡的三下 滑鼠 滑鼠左邊 左鍵 這樣 滑鼠 左邊 哈哈哈 好 左邊 金 兩 三 有嗎 一定要在四個上面 還是任何地方點 喔 不然這樣 來你看 我來 你們 現在去雅虎的機會 應該不多吧 你們現在 要再去雅虎 我很久沒 沒去 我們找找 生活的好了 好 點到 好 你這一段 這個我另外錄好了 好 我就用另外一段錄好了 好